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物件的子物件编辑模式 什么是子物件编辑模式 或者是称为次物件编辑层级 像我们在建立一个物件之后 我们如果需要去修改它的点、线、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切换到不同的层级 好,老师这边做一个示范 首先呢,我先切换到Create面板 我建立一个box 用滑鼠拖曳建立一个box 好,那我可以把这个透视图先最大化 按Altr加W 接着呢,再打开Smooth加Highlight模式 以及EdgeFace 快速键F4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边线 你如果没有按F4 打开EdgeFace的话 等一下我们这边加上分段 你是看不到的 看一下,有没有 看不到它的分段 所以我在这边按一下F4 这样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如果说我现在想要去编辑这些点的位置 线的位置怎么做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我可以把这个物件转成可编辑的多边形 转换的方法是选取这个物件之后按右键 从右键选单选择convert to editable poly 可编辑的多边形 这是一个方法 你看这个地方原本是box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它变成edible poly 可编辑的多边形了 这是一种方法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方法 那先按undo回到上一步 你看这个目前是一个box 对不对 好,另外一种方法是我们为它加上一个 叫做edible poly的修改器 在这个地方 点选edible poly 帮它加一个修改器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修改它的点 它的边缘 还有它的多边形 那这种方法其实有优点 有缺点 优点是什么 我们这边如果说我做一些编辑 例如说我修改这些点的位置 稍微调整一下 我可能会希望说它的外观上 有一些不规则 进行调整之后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满意的话 你只要把那个修改器删掉就可以了 记得吗 我们的修改器其实只要删掉 它就回复原状 好,你看 这一次我把这个外观已经修改了 好,那我只要这边删掉就可以了 好,这个修改器 甚至你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好,或是直接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好,这是它的优点 不过呢 如果说我们是用这样的方法加上修改器的 就是加上一个edit poly修改器的话 会让你的软体呢 所需要的资源会增加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比较不用这样的方法 好,既然讲到这个方法 我这边呢 再帮各位补充一下 我现在呢 点一下box 在我们前面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都讲说 你在这个堆叠 你可以回到前面做修改 对不对 但是不是所有的修改器 都可以让你回去 因为它告诉你说 这个已存在的修改器 如果说你单独去编辑它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预期的效果 这个地方会问你说要不要继续 如果要继续就选择yes 不继续就选择no 那另外呢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有个hold yes 对不对 这个hold是什么 hold就是我们点选edit 不是可以hold吗 把你目前的工作状态 存在记忆体里面 对不对 你可以用这一个 万一你发现 修改之后有问题的话 你还可以再使用feature指令 就是点选功能表的edit 然后再选择feature 将之前的工作进度换回 好 我们这边先取消 那我一般不使用这种方法 也就是我不会为它加上edit poly 其实应该说只有少部分我会这么做了 好 我先把它删掉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老师都是用右键把它转换成poly 转换成可编辑的多边形 你在这边按右键选择这个选项也可以 或者 现在这个地方是box对不对 你在这边按右键 然后从右键选择选择convert to edit poly 在这边做也可以 好 不过呢 这个转换是单向的哦 你看你现在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设定 所以我这边的分段要多一点 或者是少一点 对不对 我现在还可以做编辑哦 而且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的去调整它的宽度啊 还有它的高度啊 现在都还可以调哦 可是等一下如果我把它转换成可编辑多边形的时候呢 它就不能调整了 好 我这边直接输入 你看 好 这个时候还可以调 好了 那我们这边把它做一个转换 按右键 convert to edit poly 可编辑的多边形 你看它就转换过去了 所以如果说你 你说我可不可以在中间加一条线 那你就不能用box的方块来加 不能用box的那个下面的参数来增加了 好 接着呢 我们看转换之后 它就变成 这种物件的形态了 前面有个加号 按一下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五种不同的编辑层级 好 那么 vertes是指顶点 上面这边的顶点 像刚才各位有看到老师用移动工具去拖曳它 对不对 好 edge呢 edge是每一个边线 这个都是一个edge border目前没有 什么是border 我们稍后再讲 polygon polygon是指多边形 像这个每一个面呢 都是一个polygon 好 那你可以说 我这边可能有些面 我不要 我可以把它删掉 那你就可以按键盘的delete键 可以删掉 你看 这样就破掉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多边形 好 那我这边已经把一些多边形删掉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border border是什么 border是指边界 当你这个地方有一个破面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border 好 这个就是border 然后最后面这个element呢 element是指元素 这是一个元素 不过呢 你可以把其他的物件给附加进来 各位如果还有印象 我们在前面跟各位介绍shape的时候 我们讲过形状可以把其他的形状attach进来 附加成一个单一物件 3D模型也可以 3D的物件也可以attach指令 把别的物件呢 把它attach合并进来 变成单一物件 那这时候如果要选择个别物件的话 就是用element 好 ok 那我先还原回来 可以在这个地方按一下undu 或者是用快速键 还原回来 我刚才不是删掉一些 我把它还原回来 我们现在从Vertex开始讲 注意你在这个地方点选跟在这里点选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当我选择Vertex的时候 这里也是被按下的 当我选择Edge这里也是被按下的 所以你在这里做切换 跟你在下面这个Selection这一排按下不同的按钮 其实功能是一样的 好我们先看Vertex顶点 顶点 点选之后 可以移动 你可以调整这个顶点的位置 把它拉高 或者是压低 好 ok 我先还原回来 Ctrl加Z 还原回来 那你也可以把它删除 不过如果说你在这边这个点如果删除 我们如果是按键盘的Delete 删除的话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破面 好我们再还原回来 好接着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Remove跟一个Break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我先放大 拉近 应该算是拉近 看一下 Remove是把这个点移除 那它跟我们刚才按键盘Delete不一样的是 Delete是删除 点如果一旦删除的话 它就产生一个破面 但是如果是用Remove的话呢 它只是把那个点移除掉 但是这个面还是会保留下来 好 我们再还原回来 那么Break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我们按一下Break 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个顶点呢 其实它已经变成断开的 Break其实就是打断的意思 我们在这边用滑鼠移动一下 拉高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被打断了 好 我先旋转到不同的角度给各位看一下 拉高 你看 它就被打断了 就有点类似你用美工刀画两道 然后再用手指把它拨开来 对不对 这个可不可以复原 可以 我们待会再讲 好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点 做说明 先选择另外一个点 接着呢 我们在这边 继续看下面的编辑指令 在这里呢 你看它是Edit Vertex 编辑顶点 再来这个地方是一处的 挤出挤压 我们在这边选择之后呢 滑鼠往上拉 就可以拉出一个突出的尖角 如果我们滑鼠往水平方向移动的话 可以控制这个尖角的底部的面积 上下拖曳的话可以调整它几处的高度 好 这个是一处的 好 另外还有一个Tranfer Tranfer呢 如果你的这个顶点呢 是在边缘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斜角 这个是Tranfer 看一下Tranfer的效果 在边缘的话 产生一个斜角的效果 其实这个Tranfer呢 在AutoCAD里面也有一个指令叫Tranfer 类似这样的效果 好 那如果说是在这里 像我们刚才这个突出的尖角的地方呢 我们做Tranfer的话 你看 它就把它削掉了 可是如果说我们是在一个面上面的话呢 这个点我们做Tranfer的话 它会变成四边形 好 这个是Tranfer 好 接着呢 我们再看后面的这个 Wheel的焊接 还有Target Wheel的目标焊接 这个通常是把断开的点焊接在一起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用Break打散的这个点 好 我们用移动工具 移动一下 假如我希望这两个点能够焊接在一起 那我可以先把这两个点选取 不过这个焊接呢 它有技巧的 我们现在选取两个点 选取两个点 怎么知道现在选取的是几个点呢 它会在这个地方显示两个顶点被选取了 如果说你是只有一个顶点被选取的话 它不是显示一个顶点 52个顶点 其实不是 顶点它会有一个编号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边选择不同顶点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的编号就显示出来了 第95个顶点被选取 但如果说你今天呢 是用拖一的方法选到两个顶点 或是选到三个顶点 各位可以看一下 目前是三个顶点被选取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焊接起来呢 按一下Will的 没有 没有被焊接起来 它还是三个顶点 为什么你如果用Will的指令 去焊接顶点的话 它们必须是比较靠近的 你说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靠近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你转到一个不同的角度的话 你会发现这两个点其实还是离开有点距离 好 那你要慢慢调到很靠近才能焊接吗 其实有几种方法 假如你真的想要把这两个顶点焊接在一起 你可以注意到在 Will的后面这边有一个叫做Settings Box 设定方块 我们在这边按一下 好 按一下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输入你的数值 那请各位注意哦 3DMAS这个版本呢 跟以前不太一样 这个Settings Box呢 以前是一个方块 可以在这边输入 但是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它已经变了 它在这个地方呢 用滑鼠拖曳 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去设定它的焊接的门槛 这个地方你看它有一个Will的Sratio 你把这个门槛增加 这个数值增加 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它就焊接起来了 好 那如果说这个焊接效果是你要的 我们就按一下 OK 这样就焊接起来了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好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焊接的方法 因为 刚才我们用Will的这种方法来焊接的话呢 比较麻烦是你的物件要靠得比较近 通常 那你可以注意到像这两个点的位置呢 就离得比较远 有没有比较比较简单的方法呢 有 你可以用目标焊接 Will的下面有一个TargetWill的目标焊接 好 如果说我现在想要把这个点 焊接到这个点上 那怎么做呢 先选择使用TargetWill的指令 然后 先在这个点按下之后放开 你会发现它会拉出一个虚线 这个虚线可以让你决定 你现在要焊接到哪一个位置 好 再点一下 你看 这样就焊接过来了 好 我们再看一次 你看一下 现在呢 这个点我要焊接过来 好 反过来好了 我把这个点 焊接到这个点上 按下TargetWill的 先点选你要移动的点 然后拉出这个虚线 再点选你要焊接到哪一个点上 点一下 这样就焊接起来了 好 做完这些操作之后 别忘记把这个TargetWill取消 好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点呢 就焊接起来 怎么样可以确定它是焊接起来的 选取之后 如果这边的虚线形式显示 编号几的点被选取的话 表示它就已经焊接完成 好 OK 这样了解吗 好 我们再做一次好了 我现在呢 假设我要把这个点 在边缘这个点把它打散掉 我按一下Break 按一下Break之后呢 OK 我们在这边呢 去移动它 就好像你今天呢 把这个纸箱拆开一样 你看 这个纸箱呢 现在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个破洞 对不对 我现在想要把这三个点焊接起来 好 我们看看用哪一种方法 这三个点 我如果要焊接起来的话 我在这边呢 先选择用Will的焊接 你会发现呢 我这边旋转一下 好 你可以看一下 旋转一下 转到不同角度 已经有两个点焊接在一起了 好 那我们这边呢 继续把Will的Soratial再增加 你看 我这边先给它一个比较小的数值 比较小的数值 我先把它拉开一点 给各位看清楚一点 看一下 目前是有三个点 对不对 那我这边的Will的Soratial开始增加 好 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有两个点已经焊接起来了 然后我再增加 好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这三个点呢 就焊接起来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按一下 确定 before是还没有焊接之前 你整个物件 总共有108个顶点 焊接之后 是不是就少了两个 就变成106个顶点了 如果没有问题 就按一下OK 这样就焊接在一起 好 这是一个方法 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 比较麻烦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个工具 也可以顺便讲一下 我们在这边如果要往下卷动的话呢 可以将滑鼠游标移到中间没有按钮的地方 像这边也可以 按着之后往下拖曳 然后你会发现在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指定叫做clubs 这个clubs呢 不管你的点距离多远 他会帮他焊接起来 然后焊接的位置是在这些点的中间的位置 好 我们这边选取点之后呢 按一下clubs 这样就可以焊接起来了 好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break打散掉的顶点焊接起来的话 可以用拿几种指令呢 你可以用wheel的焊接 你可以用takewheel的目标焊接 你也可以用clubs 好 我们等一下呢 再继续跟各位介绍其他的次物件的编辑层级 好 稍后请各位先练习到这个地方